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怪 所以导致杜嘉这边可能还是判断上有一点问题 再看一下 还是鱼海有一点成为吊涉 杜嘉这一拖好像没拖好 没拖出去 而且自己的重心已经没了 下落了 他既碰到手又打在了横梁上 对 这个呢 手边是比较难的 如果不是碰横梁这一下呢 说不定他就直接一摸就出了线了 没有吹 还是打身后 哎哟 球 这个球像变系法一样 从身后 洛贝斯依靠个人能力步步相逼 像变系法一样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传球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也就是直接一个过顶球 这一下感觉秋天一低步呢 是扛住了 但是球呢正好往外线 华夏幸福这边 我觉得可能也是体力 这一歇回来 你看 你让李卡多每一次拿球 他这质量 你没法弄 对吧 自己打 你说 我单棋 一路杀向进区 你就贴我身边 丝毫没有办法 比分达成3比0 这球阿脑也不会怪他 因为他已经近俩了 说这球 一打一身后 追 这就扛没扛住 是吧 还是让他抹进来 如果这谁啊 不封出来 这球我估计人给给了 是吧 美美舍维棋不封这一下 这个球啊 就给阿脑拖维棋了 他确实是能力上的差距 太快了 没办法 你让潘维棋这球都怎么防 而且潘维棋啊 为什么不敢犯规 我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又打中了 你看 弹回来 又是到了那个角度 跟阿脑拖维棋打进那第二个球 有点一模一样 是啊 诺贝 你看 这球路的这种判断 对 诺贝 这个球还左脚啊 当然 你不能不说 确实 刚刚还一单刀 对 你需要借助一些运气的成分 因为这球对